一代名臣索额图 父亲是皇太极的铁粉死忠 自己也为大清立下汉马功劳 这样一个曾经如日中天的家族 为何会被满门抄斩 不仅活活饿死狱中 一身功绩也被彻底抹消 他又到底做了什么 使得皇帝如此记恨呢 今天咱们就走进历史 聊一聊他的那些事 历经三朝父子为相 咱们先来看看 当年贺舍李氏的权力 到底有多大 当年索尼跟随皇太极 打下清朝的江山以后 一连辅佐了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 本身呢 贺舍李氏就已是朝中一棵 根深夜茂的大树 孝庄太后为了给 势单力孤的康熙造势 还让贺舍李氏的女儿 当了皇后 这一下贺舍李氏直接摇身一变 成了可以在朝堂 横行霸道的皇亲国戚 索尔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入了康熙帝的眼 虽然家族鼎盛 可索尔图却不是顽固子弟 反而是像他爹索尼一样 心中有着大抱负 康熙帝尚且年幼之时 他就在身边做贴身侍卫 一连几次救康熙帝于危难之中 深受康熙信任 可他真正获得康熙帝赏识 打开再朝为官之路的 还得属他参与生秦敖拜一事 当日敖拜拜见康熙 他拦住敖拜推心致富的说 皇帝亲政两年了 你带着武器进建 是不是不妥当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敖拜一听 是这个理儿 就将武器交给了他 这样一来 康熙帝生秦敖拜 就少了不少阻力 康熙帝在南书房生秦敖拜 他就在宫外制服其党羽 君臣里应外合 一举将敖拜及其党羽 一网打尽 诛杀朝中大臣 必须得师出有名 这点索额图也想到了 他到处罗列敖拜罪状 直接上书皇帝 这下连借口都不用找了 善后事宜处理得如此妥善 直接在康熙眼里 从一个贴身侍卫 变成了一个可堪重用的 公骨之臣 这下索额图就开始 在朝堂上大展拳脚了 不管是出谋划策 还是南征北战 几乎是康熙年间的大事 他都有颤回一脚 朝中人称索乡 直接成为了一代权臣 可就是这样一个 在康熙帝身边 安前马后立下过汉马功劳的人 又是如何被皇帝咽弃 活活饿死在宗人府的呢 他是大清史上第一罪臣 却被活活饿死 满门抄斩 索额图为何如此招人记恨 咱们先从他的小撮说起 康熙帝一向胸怀谋略 目光远大 灭了奥拜以后 他又将目光放到了 镇守各地的藩王身上 作为一名合格的忠臣 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 可索额图这次 却没有如往常一样支持康熙 却是带头唱起了反调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 这样既劳民上台 又可能引起战乱 劝皇帝三思而行 可康熙帝不仅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反而是在朝堂上 对他破口大骂 执拗地要将薛藩进行到底 他也只能妥协 可谁都没想到的是 他本来的命运走向 就因为这样一件事而早有端倪 知识皇帝归知识皇帝 他内心依然不认为这件事是对的 而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教唆 所以他将矛头对准了明珠一挡 对其大家打压 仅仅薛藩一事 他就得罪了当朝权势最大的两个人 一个是能跟他平起平坐的纳兰明珠 一个是越老 猜疑心就越重的皇帝 可单凭这些 就能撼动他的地位吗 当然不能 哪怕他刚不自用 任人为亲 仿间流传要当官就找他的留言 康熙帝也只是对其敲打几下 该重用时还是重用 毕竟皇帝不仅要照顾太子面子 还需要用他来制衡纳兰明珠 那么索额图到底做了什么 使其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他是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 33年对康熙忠心耿耿 可索额图又为何造反 要知道当皇帝最忌惮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儿子和大臣一起密谋反叛 要搞死自己 康熙帝哪怕是千古明君也并不例外 康熙帝圣年之时 那时候忙着开创盛世 猜疑心还没有那么重 他与当时的皇后赫舍里氏感情不错 赫舍里氏难缠死掉之后 他还十分痛苦 所以印仍出生没多久 他就任命其为太子 还对其百般呵护悉心教导 太子也十分争气 不仅聪明好学 还多次成功监国 如果太子一直保持着赤子之心 那么下一位皇帝绝对非他莫属 可他身上流淌的终究是赫舍里氏的血液 对皇位的渴望迷失了他的心智 索额图也是一直希望太子上台 自己跑在朝堂之上更进一步 于是在索额图的教唆下 太子四十岁时 看着老当一壮 至少还能多活几十年的康熙 他终于坐不住了 对身边人说道 哪有四十岁的太子 谋反之心昭然若揭 康熙帝对此事早有察觉 可康熙帝隐忍几年 还是不忍心对自己一手培养的儿子下手 就直接找了个莫须有的理由 将太子最大的党羽索额图囚禁在了宗人府 显而易见 他这是将这口气全撒在了索额图身上 不仅否认索额图一生为大清所做的功绩 还称其为大清第一罪臣 活活饿死索额图以后 怕他的后人心生不满来进行报复 干脆直接杀光了索额图所有后代 其实索额图如果能劝说太子 让他安心的等康熙百年 那么下一任皇帝估计就要改姓 可欲望终究是迷了所有人的眼睛 将他们拖向不见底的深渊 对于索额图的下场 您有什么看法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